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是看看我们两位钓客 在迷航之后 被中国大陆的官方给揪上去了 现在其中一个人终于可以返乡 其实早就要回来了 要不是中间发生到了 有一个军人的身份被发现以外 那一回家之后 当然家人一看非常的开心 相拥而泣 妈妈说儿子终于回来了 那儿子去钓个鱼突然就迷航 那终于平安返家很开心 但是相比之下 另外一位还在滞留对岸的 这一位军人的士官 现在还是被留置的 那后来该怎么处理 现在在金门的防卫指挥部的说法是说 会持续想办法来沟通 包括希望以人道精神这个条件 尽速平安返回金门 那么也将强化官兵意识跟警觉 不要在休假期间参与各项风险活动 这就是我们先前讨论过的 他到底是休假 他不可以下水 他为什么下水 是自己的意识警觉 风险不对 违纪了 还是有官方的同意等等 这很重要 关键在这里 那而缺乏实战经验两岸谈判人才流失的分析 其实是来自于郑大东亚所的教授 他认为过去几年 两岸因为缺乏官方互动 几乎是对话中断 所以台湾才会缺乏这种谈判沟通的重要性 我们有看到官员谈判的沟通技巧吗 当然没有 只有互相呛吓而已不是吗 所以这些谈判经验跟专长黯然失色 要么就不受重用 或者是借铃就退休了 以至于人才产生流失或者断层吗 当然刚刚讲到国防的议题里头 应该是对于国家的尊严很重要的一环 但国旗可以拿来当作 为什么变绿的 这个用途是干嘛呢 拍马屁吗 那国军的这个变帽 一个压嘴帽 根据王宏威所爆料的资料说 国防部在陆军关渡地区这边用的帽子 被民众发现 居然国旗变成绿色了 怎么回事 像这样绿色的帽子 他就问陆军怎么回事 他说这个是搭配数位迷彩服配色 低适度就比较不容易被发现的迷彩 在国军换装数位迷彩之后使用的 我低适度嘛 往后讨论说 又不是要戴这个去帽子去打仗 为什么要低适度 因为低适度是说 如果到了野战现场 战争的现场不要被发现 但问题是你也不可能戴这种帽子去打仗 再来国旗被绿了 绿共耳刀不行 人家打仗的时候不是戴头盔 而是戴变帽 总之 把军人的帽子拿下来改成头盔 变成绿色的颜色 就有助于 干嘛 神官发财吗 还是可以用来有其他的用途 陆军第六军团指挥部回应说 这个是三年前设计的 低适度概念 重点又来了 又是一样的模式 说不要以政治眼光诠释 扭曲部队的正常运作 以维护国军整体的士气 请问这个是正常运作吗 这个有助于整体士气吗 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 罗志强的翻译是说 国防部意思是 国旗变律是很正常的事 不要做政治解读 因为会打击国军士气 这几乎就是过去 所有回应质疑的时候的一个模式 但这个前空军副司令 张延廷将军他爆料一件事情说 大陆航母福建号正在海市 有人在海市的过程当中 发现了一款首次曝光的 新型舰载机全尺寸模型 教练石 他说福建舰用教练石来说 是为了省成本 不是一直拿什么 歼15歼35 非一次的成本比较高 所以整个训练的模式 是经济有效 针对航空母舰搭配来做测试 是一样的 那表示他的常态性的演练 已经越来越在我们的台海之间 已经越来越有自己的这个模式 跟经济效益已经在产生 而中非在南海这里 又有个冲突事件 昨天上午看到了一个部分 昨天同样是从昨天上午的案例 我们看看画面上 这次是直接大陆海警船 再度的动用水柱 直接去强制的要求 这一艘补给船改变航路 不过据说报道是 这艘船因此船只严重受损 原来水柱也是很厉害 可以让船只严重受损的 所以在南海很紧张 中非还在南海的紧张对峙当中 中国海警呛的是什么 甘雨这位发言人说 菲律宾本月23号才刚刚完成补给 18天之后就违背承诺 是不是当时补给的时候 有什么承诺不知道 但中国海警依法归是 拦阻驱离处置合理合法 但是菲律宾海巡队的回应是说 中国海警船阻挡包围飞方的船只 行径不负责任 据挑衅意味 但目前双方还是无解 就好像我们的军职身份的迷航 留在大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来一样 亮哥 关度的帽子 大家照一下正面 他说低四度 所以把国旗红色变成绿色 低四度就是让大家不会注意 那你那个虎头怎么不改一下 彩色的 虎头好亮 艳丽 什么颜色都有 艳丽 黄金色 对 对不对 你不是说低四度吗 这个叫自相矛盾 所以摆明了 事实上就是讨好民进党 这个就不用解释了 因为低四度你就一视同仁 老虎连国旗的红色都可以改成绿色 老虎怎么不能改成绿色 干脆改成绿帽子算了 不是 因为那个虎头是他们 那个团顶的Logo 可是你不是怕人家看到吗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金门这个事情 坦白讲军人去做海钓真的是难以理解 这个 那个陆军怎么可以去海钓 其实海军也不行 而且他把这个当作是自己休息的时候 就跑去海钓 那海流他没有办法掌握 就飘到对方的海域去了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这个跟上次那个火防兵不一样 他的级别也比较高 所以结果你现在被人家留置 那我怎么知道你在那边被问了什么 对不对 所以因为军方总是会有一些事情 那个上次跑出去的那个火防兵 可能问不出什么东西来 那这个你要急于脱身 你可能就要回答一些问题 所以这给人家一种感觉 就是金门的军区的管理 是松散到什么程度 因为一般都是住在军营里面 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回来之后 大家可能确认他的身份 这位姓胡的先生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当地人 那如果他是金门人 这个还有一些可以理解的部分 那如果他不是金门人 居然还可以海钓 这个简直是离奇 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就凸显出这个军队的管理 真的是出了问题 那这个两岸谈判人才的流失 我倒不认为 事实上台湾人还是蛮聪明的 而且有很多人都有经贸的谈判的经验 那主要是你光光卡卡设太多了 你条条框框一大堆 我就很难谈嘛 比如说有一些 我随便举个例 比如说你现在有这么多的框 你可能就要强调说 对方一定要承认我们的管辖权 比如说我随便举例 我们是不是执法过当 那人家就问你这个问题 那可能上面的要求就是说 对方要先承认非法越界 那我才能够来谈 有没有执法过当 我觉得现在有点就是在卡这种东西 那你如果这么多条条框框 事实上是谈不下去的 我记得有一次 我记得是黄昆辉在李登辉时代 他不是陆委会 海继委许会又打电话回来问 说这个接下来这样谈 可不可以黄昆辉一口说no 他只好离开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就侵涉到你立的条条框框 如果你认为这个问题 就要扯到管辖权的承认 那你怎么谈 就算再高的谈判人才都谈得下去 因为过去就是两岸的红会就直接谈了 那大陆那边一开始也没有要上纲上线到管辖权 他就觉得说你就弄个是非吧 你有沒有错 就赔点钱 大概就结束了 可是你要搞到上纲上线 你去拉高层级的结果 就搞不下去 因为坦白讲这个事情发生了第二天 我们的陆委会跟海巡署就直接介入了 那基本红会就说他们没有角色 所以根本问题住在这里 结果大陆后来也是一样 大陆那个 我们后来不是大陆渔民又掉到水里面 我们两岸都去救嘛 对不对 携秀 携收 大陆那边明明就是透过我们的中华搜救协会 中华搜救协会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就是海巡署的白手套 他跟海巡署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可是你看 我们海巡署的船就去嘛 对方的海警船也来了 明明就是碰到了 对方的海警警官就直接说 请问来者是什么船这样 他不能承认你是海巡单位 所以又卡住了 我们这边当然又不爽 我们这边说这个叫联合救援 他们说不是 我们没有联络你 我们是联络中华搜救协会 就你现在就是条条框框卡那么紧 对方就要散你 所以就很多事情都推不动 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是谈判能力的问题 而是条条框框的问题 是 舰长到底什么情况会打击国军士气 是帽子颜色被批评就会打击吗 还是说像类似执法 或者两岸间的冲突跟对峙 才是真的打击事情 我今天要好好讲讲这个帽子的事情 我是职业军人出身的官校毕业的 而且我一直以来都是以维护军人的形象 这是我一直在所在做的一件事情 以下我讲的这些话 我希望现在如果在电视前面的人 你能够把这些话转给你还在军中的同仁 如果你是还是一个军人的话 我先要讲军人是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 你绝对不能够干涉政治 我举两个很简单的例子 第一个就是美国的总统的国情 这个报告的时候 你就看到在国情报告 所有的议员坐在那里 总统在那里讲 那个激烈的 鼓掌的 好 那个反对的 比那个手势 你就发现了所有的高阶的将领 全部穿着制服坐在那里 震惊为座 从头到尾不会有一个脸上的表情变化 绝不会鼓掌 绝不会比任何东西 为什么 他一定要保持中立 这是第一个 好比说你说那我就是 我就是有兴趣怎么办 他效忠的是国家 对 你不可以 那我说你就是有兴趣 好比说大选 我就是有一些人喜欢 你可以有你的兴趣 但是如果你要去造势 不能穿军服 你可以凭你个人的去 第二个你绝对不可以用你的权势 好比说你是司长 我在司长的这个举行的这个周会队的全司讲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支持谁 这些你统统不可以做 你知道你为什么不可以做 我举个例子告诉你为什么不可以做 当初我认识一个陆军 在228的时候 228事变不是228 有一个那个就是那个中立事件的时候 他就在中立那旁边当那个连长 当时事件闹得很大 他说他在那里一夜没有睡 我说你为什么一夜没睡 他说他在想一个问题 他说如果现在上面叫我派兵去镇压这些人民 我要不要去 他就在想这个 我现在跟你讲 军人为什么不能干征的原因 不要去关心政治 就是因为你是保护国家的 你知道吗 那你说我们怎么会叫军人去镇压人民 你光看我不要说台湾 你光看那个美国 那个川普选的那个叫做国防部部长 他写的一个一触即发 他就想到那一触即发 一开始就是川普要他派兵去镇压人民 他坚持不愿意 这个人是川普用了两年多的部长 我们就知道 美国的军人是何等的 坚守自己的这个位置 那我请问你 如果你对政治这么有兴趣 有一天政府要叫你去镇压人民呢 只因为那个人民是 跟他的政治信仰不一样的 我不要说是 绿的叫你镇压兰的选民 或是兰的叫你镇压绿的选民 你通通不可以 所以这样的意思是说 帽子就代表了被政治力所建议 你本来就是一个 你就在表态你是不是 你怎么可以表态呢 我今天是军中的国 如果是入军失落 我会把这个人部署叫过来 谁下令 谁做的决定 我会把这个人重办 如果你这么有兴趣 你退伍出去 你去选举去 不可以把军中涉入这个叫做政治 因为你是一个中立的 你是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 绝对不要被政治人物运用 所以你也不能够表达你对什么政治 是这么喜爱的 曹教授 现在我们另外一位军方的被滞留的人员 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来 从官方回应的这个说法 显然也有一些讯息常在里头 大陆方面的说法是说这个身份的申报而不实 对啊 那到底是怎么样 是我们的回应里头 到底是怎么样 我觉得还有待观察了 但是我认为其实这个里头 第一个 对方已经有一个人回来了 那我觉得能够把握这样子一个契机 双方能够有进一步的沟通 我觉得真的是 就像刚才亮哥所讲的 如果能够双方的红会 能够去处理跟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还是应该乐观其成 我觉得政府其实应该把这个问题的解决 放在所谓 得到所谓政治上的一个好处 或得到政治上的一个加分 放在第二 应该把事情的解决放在第一 那不管每一件事情发生了 当然觉得看起来是数欲进而风不止 不断地有事情发生 但是是不是能够进一步 能够就是说在每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都能够以事情的解决作为第一目标 我觉得这可能才是两岸民众所期待的 特别是在第一线的这个 不管是金门的这个民众 或者是我们的海警船 那我觉得刚才讲了这么多 关于这个国旗的事情 其实要提醒大家一下 这个根据我们中华民国 国徽国旗法第18条 因为国会国旗法里头其实有规定 我们的国旗要怎么制作 那它的这个大小啦 它的颜色啦 这些都有规定 第18条规定 如果有违反这个标准的制作的话 那么当地政府应该去取缔或者纠正 所以现在其实应该去追究 追究的是说到底是哪一家工厂 哪一家厂厂去做的 那当地的政府是不是要进一步去查核 是不是还继续制作 因为军方说这六军团说已经停止制作了 到底是不是停止制作了 如果还继续在制作 就要去让它命令它停止 那已经制作的部分应该也要取缔 不要让它继续的这个发放 我觉得这个其实应该是根据国旗国徽法 国会国旗法里头应该要做的事情 我想要补充一下关于那个菲律宾的那个事情 菲律宾的那个事情现在是越演越烈啦 那当然因为主要在下个里 在下个月四月的时候 就会召开一个所谓史上第一次 就是美非日三国的元首高峰会 那日本首相的这个 日本首相岸田跟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 都会到华盛顿跟拜登会面 那你也可以看到因为选举快到了 拜登这也不断地强调 民主党的传统的外交路线 就是重视同盟 但是这里头我认为比较有趣的是 两个部分值得观察的 一个部分就是说因为在之前 这个布林肯到菲律宾去的时候 他特别提到了美国对菲律宾 在共同防御条约里头的责任 所以在这一次仁爱交事件 仁爱交双方又发生冲突之后 美国又提了这件事情 就是说但是美国是国务院发言人 提到了这个所谓根据共同防御条约 他对于菲律宾在南海的船舰 是涵盖在他的这个所谓防卫责任里头 可是很有趣的事情是什么 在仁爱交事件之前 在铁线交双方也有冲突 而且菲律宾有34个人 这个跟中国大陆的这个海警船 发生了冲突 结果呢 在美国政府的这个公开的这个声明里头 其实并没有提到那个部分 那也就是说明说 虽然美国现在提出来说 是根据2016年国际法院的这个仲裁的决定 可是呢 他事实上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还是以所谓的实际控制为他的基础 因为在铁线交 其实菲律宾没有实际控制 而现在在仁爱交部分 因为菲律宾有这个所谓的 马德雷三号船在那里头 所以那个情况就不是不一样的一个处置 是